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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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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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是圓桌這邊有七把黑箭就輸 喔這個拿出來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所有人死掉也是輸 然後我們要怎麼贏很簡單 台面上有十二把箭 有七把是我們的白色我們就贏了 7把是白色 在NPC打 這邊地圖上都有任務 這個幫我擺這個是湖中女神 這個咖哩爸 X咖哩爸 擺那邊 擺你那邊 前面那個小板 小板 然後這個是聖杯 這個擺那邊 擺那邊 這邊 聖杯 然後這個是 這是圓桌舞 是藍絲諾特開起來 擺那邊 擺那邊擺那邊 擺那邊擺那邊 擺那邊 擺這邊 這是寶武 答應呢那邊會得到寶武 那進去擺那邊 先不要擺先擺外面 先擺外面 台面上都有任務 這邊任務過癢對不對 會得到白劍 然後會得到 對應的卡片 嗯 這邊的 白劍是直接擺上去 然後 這邊 額外獲得卡片是 站在這邊的人才會有 這要洗嗎? 要洗 基本上 矯正能力在這邊 spatial power 白劍 特別力量 對 你的 波爾斯爵士是 任何人分享 白色卡片時 你可以加入分享 喔 就算你不是在 該分享的動作 任務或是地點 只要有人分享白色卡片 你也可以 出卡 就是 這邊任務會得牌 這邊所有任務都會寫說 這邊可以得幾張牌 所以我也會得到 如果你要 對 就是你沒有在那個點 本來是 這邊有格子 這邊一個人是一個小格子 喔 欸有些是單人任務 像這個只有單人任務 那邊也是單人任務 然後這邊是多人任務 還有這兩邊 這兩邊也是多人任務 然後 人站上去的格子 才會 才會得到這邊的獎勵 就是分這邊的卡片 可是你的能力就是不用站就有 欸 你不用站就會有 然後我的能力 我的那個卡拉到克是 呃 每一回合 我可以用一滴血換兩張白卡 格瑞 格瑞 你連鎖七百卡 格瑞 那個邪惡進行階段 可以丟兩張白卡 來取代邪惡行動 加瑞斯 在英雄行段 成功完成移動後 可以抽一張白色卡片 塞子給你 然後你 你只要四 我的塞子 你什麼顏色 白色 白色 只要四那一面 你們有四滴血 你們隨時可以扣一滴血 都做一個動作 然後或者是 扣一滴血 讓壞事不要發生 這個壞死 鞋扣完就沒了 對鞋扣完就沒了 就死了 就死了 這邊打失敗也會扣血 任務有成功會加血 也會再加血 對 會加血 來七號了然後來啊 一人一張沒力 就加入一張手牌 75張 所以剛才死是六張 全部都出學者耶 那我要不要加叛徒 不要 那我就不加叛徒 大家都好人 那我就不加叛徒怎麼好玩 你確定喔 你不加叛徒都不會贏喔 沒有叛徒有什麼差別 浴色建議玩法 浴色建議玩法 一開始 全部都第一次玩 不加叛徒 那你不要加啊 那你不要加啊 那個角色白色的騎士 擺這邊 原作騎士 哇 七騎士開始了 七騎士要開始了 手牌有12345 還有有些手牌是聖杯 還有一些是 很多文字的特殊字 還有一張梅林 那數字的 會丟到幾個地方 這邊 要比12345 要照順序放 12345 那有1才能放5還是別人放5 12345照順序放 然後牌數字越大越少站 嗯 然後這邊兩邊都一樣 嗯 這邊上面 這邊黑牌會抽出 放 這邊 薩克遜的或者是 反正這兩個海盜的Token 嗯 這邊排滿四個這邊就輸了 然後任務就失敗了 任務失敗 這邊會給一把黑劍 扣一滴血 然後如果是成功 成功這邊會加一把白劍 就這邊12345 5張排滿 然後 這邊會抽四張牌 加一滴血 然後全部站這邊的人會加一滴血 噢 就那麼簡單 然後 兩邊都一樣 這兩邊任務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說我們先完成哪個任務對不對 對 然後 這兩個是單人任務 這也是 排比大小 這個是比2Pay 這個是比那個 Flohouse 332 對 然後一樣數字 A AABB都一樣數字 哪裡有A 像這邊 版圖上面有AA 就是兩個一對 就是 你這邊可以擺兩張5 兩張4 你懂這意思啊 這邊擺一張4 下一張一定要擺4 喔 這邊擺3 下一張一定要擺3 好 然後這邊也是擺牌 2Pay 這邊是只有一個人勝利 怎麼算贏 蛤 5張牌全部擺滿 然後 跟對手的比 他那牌在哪 就這邊 他上線就5張牌 他會從這裡面抽出來 是隨機 所以不一定會說 那邊一定會先完成 這邊先完成 這盔甲 這邊跟5對不對 成功之後會得一把白劍 4個白牌 1個骰子 然後會得一個神器 藍絲諾特的盔甲 這盔甲是 你們一開始做壞事 這邊 回合流程是3選1 會抽一張黑牌 然後 藍絲諾特的盔甲能力是 你可以抽兩張選1張 然後把它蓋下去 另外一張壓在最底下 可以把牌壓下去 然後 王者之劍是 那個湖中劍 湖中劍這邊的任務是 大家都可以來 這邊沒有限中期 你丟一張牌 他會前進一格 然後他 這邊翻到 往後推 就會往後推一格 推到對面去 我們就贏了 我們會得 這邊任務成功是 得神器1.7張牌 兩個白劍 然後 劍的 王者之劍能力是 這邊 會有工程車 正常打 是 我們 這邊 要出來 這邊有工程車 百滿12輛我們會輸 然後我們打工程車的方式是 人要站出來打 然後 丟一張牌 骰一顆骰子 然後 又要 牌加骰子的 點數 加起來要 大於等於8才能把一台工程車打爆 大於等於8 對 那應該有點難度 然後 王者之劍是 可以幫你加1 他加1點攻擊力 打工程車的時候他加1點攻擊力 這打工程車才用得到 對 這站在上面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呢 這還沒有拿到 這個拿 這個推到底的時候 就拿到這個神器 那推到這邊是怎樣 推到這邊 對 輸 這個神器掉 然後任務失敗 任務失敗就是左邊那個 懲罰 對對對 懲罰這個 兩把黑劍 對兩把黑劍 抽一個骰子 我們最少要抽到七把白劍 跟五把黑劍 我們才會贏 然後聖杯 聖杯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死掉對不對 這個聖杯可以 消失掉 然後 讓那個人馬上回復 復生 請能復活一次 復活一次 聖杯只能用一次 對聖杯只能用一次 然後要回復四點血 喔 那怎麼開始 然後 想開始 對啊 剛剛講這邊 都擺數字 那邊是 不限數字 你丟一張牌下去 就可以推一個 然後這邊是 只能排聖杯牌 這邊牌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聖杯的 這個 有一張聖杯 會擺一張牌 上去 會推到這裡 擺滿就贏 對 然後它這邊消失規則很特別 就是 如果這邊有黑聖杯 它也會擺在這邊 就是 有一張 這邊會有聖杯卡 然後擺這邊 然後你們擺到 兩邊數字差不多的時候 就比方說 貼在這邊 然後 要怎麼消除它 拿打一張聖杯卡 把它消掉 再打一幫牌 擺上去 不算兩張 對 牌面上它全部都是白 聖杯才會拿到 所以這邊很難拿 好 這邊死 一回合只能打一張牌 對不對 對 一開始先做三選一壞事 ABC ABC 抽一張黑牌 或者是擺一個工程武器 然後 我們佔原地有好處 這邊佔原地是 不做事 直接抽兩張白牌 首牌上限12張 一開始大家都6張 我會建議大家雷滿 雷滿再去做事 因為 都可以 然後 然後再講一個移動規則 你們移動到任何一個 移動算 上面有寫說移動算一個動作 移動到任何任何地點 對 就是 從任何一個地點移動到一個地點 對不對 就算一個動作 然後 移動的時候衝這邊的旅行台 這邊會有一些事件 有時候翻一翻可能沒事發生 或者是 遭到突襲 就是 打你 大概就這樣 總共有幾個地點 像說任何地點移動到任何地點 哪邊 哪邊可以移動 哪些 一個 家裡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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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算 對任務區都算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人了 然後這邊 七個人都可以 這邊七個人也可以 那邊也是七個人都可以 那邊是一個人任務 那邊是一個人 那一個 好 然後 完成任務對不對 這邊的 這邊完成任務的人 會瞬間會 下 會回到家裡去 只要完成任務就可以回家 自動回 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繼續阿 還可以 可以中途回家嗎 方便的 可以 可以中途 可以中途 你可以無險一就對了 然後你可以隨時靠一滴血 多做一件事 失去一點生命之餘 對 這不算 這個 不算工作 沒有 骰子 擺在裡面 這邊 這是你的行動年度 那第二次行為 不能有第一次相同 對啊 就是你扣一滴血 你不能做 兩次一樣的事情 你們都是試 這紅色怎麼那麼多 沒有沒有 這攻擊骰 我剛剛說骰一顆骰子 加一張牌 加起來大過八達這邊 就這顆骰子 喔 你不加牌根本就有什麼 這個是八面骰 所以 你不加牌很難打 我先講一下梅林卡 我 我少講一個規則 梅林卡 大家 手上 湊起來有三張 可以扛掉一個 這邊黑色的任務 就是這邊有時候傷害很痛 那我們可以決定要不要把它扛掉 就是 大家手上湊梅林出來 湊到三張就可以把一個任務給 強制取消 好 就是有關到的話就可以 對 這裡有一個梅林 我們現在有一個梅林導師會跟著我們 你們只要移動對不對 梅林牌組會觸發 他有時候會跟著你們 那他跟你們的好處是什麼 你們在那個點可以抽一張白髮 我們在とか 跟著你們